有个童修在飞机上看见天上出现了金字塔 是金色的 那他以前也见过 但是那时候不是金色的 请问师傅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天上本来东西都是金色的彩色的 过去他看不见 现在他看见了 好了 那么金字塔是金色的 那他在陆地上 他怎么到天上去了呢 好了 我没办法回答你的 好 你的智商简直就是零了 你现在修得蛮好的 我修得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能够让师傅这样讲的 你这样笑嘻嘻的 你就在家里不会吵架了 我就是要培养你们这些孩子 经常跟人家说对不起 经常笑嘻嘻的 不要往心里去 你就不会生病了 你就像个菩萨了 菩萨不会在人间生日而去的 菩萨绝对不会把师父 对自己的一种 尊尊教导 对师父的语气来注意 来觉得开心不开心 你听到过电话 有些女的很厉害的 我跟他没讲几句话 马上啪把电话挂了 你说这种人修得好的 你看我讲到你现在 你还笑嘻嘻的 你成功了呀 屠上都是这样的呀 你在家里你老公讲你 你也不会这么发脾气难过了呀 这么就是锻炼出来的呀 听他懂了不了 是的 感恩师父的教导 你想想看你过去做得到的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过去啊 过去是你笑嘻嘻的 你厉害的不得了的 你过去人家这么讲你 你早就给人家翻脸了 现在没办法 是师父只能耐着 耐到后来就是 我们说人乳了呀 耐到后来人的境界就高了呀 听不懂啊 听懂了 现在你看看长得人漂亮漂亮亮的 不管什么事情 嘿笑笑 你看多文雅多文气啊 多好啊 你也不解释 很多女的就要解释的 师父不是的 我怎么怎么怎么 哎呀 那这个马上 他的样子 数字就变掉了 没什么可以讲了 这个世界上 师父跟你们讲过的 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只有因果 什么事情都是因果 你说有什么道理呀 五十年代的道理 和六十年代道理能比吗 六十年代道理和八十年代道理能比吗 你说有什么道理可以讲 夫妻两个人打官司到法庭上 是你老婆付出多还是老公付出多啊 你说讲得清楚吗 讲得清楚 对吧 什么事情不要讲 有什么好讲的 笑笑 听的 接受 人家你觉得不能接受也笑笑 那这种叫修养啊 明白了吗 所以师父今天表扬你了 说明你成得住气 说明你现在修得好 你从师父这里开始锻炼 你人家不管怎么讲你 不管怎么样 你就不会生气了 不生气 自己不会气出病来 自己会身体健康 自己会给人家有一种修养的感觉 真的自己慢慢的能够学会忍辱 然后那么到天上做菩萨呀 就是这么来的呀 你以为我真的要这么讲你们啊 就是让你们弟子接受很多的 自己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 哎呀 反正都是假的 也无所谓的 你看看你现在不生气多好啊 不生气一点不生气 我真的好 以后不但跟师父要不生气 就是说自己家里 自己外面公司里边 不管谁讲你都这么笑笑 你就觉得他们很可怜 他们在嫉妒你了 有时候他们嫉妒你 有时候他们比你差 你就觉得他们很可怜 就可以了吗 我是为我会这么做的 你就成功了 做领导的哪一个不受气啊 你以为啊 做经理的不受气啊 下面得罪顾客了 经理跑出来就说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这就是经理啊 经理经理嘛 就整天的 听得懂吗 就是跟人家赔礼道歉 说对不起 有修养的才能做经理啊 没有修养做什么经理啊 是的 对这师父学了很多 爸爸妈妈也是的 你做爸爸妈妈就是要有修养啊 你整天跟孩子吵架 你哪像妈妈了 孩子会看得起你的 妈妈就是要有修养 不跟孩子吵 跟孩子讲道理 我讲的对不了 对的 太对了 你怪一点了 自己好好的修了 能够能够听得尽 就是个好孩子 一个善于听别人讲述 自己缺点的人 就是一个最好的 心理的能够调节师 因为他能够听进人家的话 他心里就能会懂得调节 一个人不能接受人家意见的人 这个人永远成 不会成功的 你去看好了 不接受人家意见的人 这个人永远不会得到人家帮助 不会得到人家的拥护 这个人永远不能成功的 牛得不得了 以为自以为是了 出事还要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 这种人能成功的 你说对不对啊 对 师父说的太对了 好好的教育孩子 好好的以身作者 明白吗